哈喽大家好我是炒币大师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新手如何购买比特币的一个完整的流程 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虚拟货币 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视频 因为今天的视频特别重要 币圈很多的骗子 骗局也很多 新手朋友一定一定要注意 本期视频教给你如何识别交易所里面的骗子 如何安全的买币 卖币一个完整的流程 第一步我们先去注册一个OE OKX交易所的账号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OE OKX 我们国内有三大交易所 分别是OE 币安 火币 选择OE OKX的原因 是他这边大陆用户可以注册 币安 火币不接受大陆客户 第二个原因就是他的手续费很低 非常的划算 邀请链接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 如果你用我的邀请链接去注册的话 可以获得价值20元的 比特币和10美金的返游卡 最重要的你的手续费可以终身减免20% 非常非常的划算 然后我们打开一下邀请链接 进来之后是这样的一个页面 用手机用邮箱都是可以注册的 手机的话支持中国地区去注册 邀请码默认自动填写 然后再点击领取盲盒就可以了 这边最高的话可以获得价值6万块钱的盲盒 非常的划算 当我们注册完成之后 我们登录一下看一下有没有注册成功 如果成功了 我们就进行下一步 交易所的APP下载 我们说一下安卓还有苹果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安卓 很多人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要下载他的手机端呢 因为手机上去操作这个交易所的话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大家应该能看到在这个网页端有非常多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我们新手朋友特别不友好 但是呢在手机端非常的方便 安卓手机很简单 把鼠标放到这边有一个下载会出来一个二维码 我们用我们的微信或者是QQ直接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了 如果扫码的时候呢提示有风险 可能是被人恶意举报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换一种方法去操作 我们可以找可以找到我们的支付宝 支付宝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也是可以的 或者是呢我们随便的找到一个浏览器 然后浏览器这边也是有扫一扫的功能 也是可以直接去扫码去下载的 安卓手机就是这么简单 今天主要讲一下苹果手机 因为苹果手机的话比较特殊 苹果手机属于iOS系统必须要用到海外的ID 才能下载它的APP 因为大陆的原因 一些特殊的原因不能下载它的APP 然后这个ID是什么呢 我给大家来简单的看一下 找到我们的苹果手机 然后这边有个APP store 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右上角 这个地址不能是中国大陆的 必须是海外的 然后这个ID去哪里找呢 我们可以去一下谷歌 记得一定要去谷歌 搜索一下海外ID购买 或者是美区ID购买 有非常多的网站 价格呢也是很便宜 几块钱一个 六块钱一个 当我们购买完成之后 我们可以来到一个这样的页面 然后点击右上角 拉到最下面 最下面呢有一个退出登录 退出我们刚才 登录一下我们刚才购买的 退出一下我们自己原有的 我这个呢就是美区的海外的ID 然后呢我们点击完成 进来之后点击右下角的搜索 然后在这里输入OKX 好了 然后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黑底五个白色的方格 这边黑底五个白色的方格 写的OE OKX 这个呢才是它的APP 然后呢这边会有一个下载 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呢 我这边已经是事先已经下载过了 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安卓我这边也是下载过了 也是没有问题的 好了我们就进行下一步 交易所的APP安全设置 然后因为我们的钱都是在交易所里面 所以我们的安全问题一定要设置好 登录上我们的这个软件 然后点击左上角 然后点击这边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身份认证 然后呢一定要按照它的要求 我建认大家认证到3 因为3的话额度很高 非常的划算 然后这边提币这个限额非常高 非常的划算 然后我们再找一下 这边有一个偏好设置 偏好设置这边有一个计价货币 我们把它改成人民币就行了 然后安全中心 安全中心像这边这些谷歌手机 邮件大家看着设设设置一下就行了 好了基本的设置完成之后呢 我们点击这边的CRC交易 在这边绑定一下我们的银行卡 点击我的点击收款账号管理 然后点击这边的添加账号就行了 呃账号的话这边 有银行卡微信支付宝 我建议大家只需要开启银行卡就可以了 微信支付宝不要开启 因为银行卡的话不容易被冻结 好了搞完这些之后 我们看一下第四步 什么是USDT如何购买USDT呢 下来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 什么是USDT USDT它也叫做中文叫做泰达币 它是和美元是挂钩是相等的 一美元就是一个USDT 一个USDT就是一美元 世界上通用的货币是美元 但是在虚拟货币交易市场 通用的货币呢是泰达币 USDT 假设我们想去购买一些虚拟货币 像比特币狗狗币以太坊 只能通过USDT去购买 目前世界上任何的货币 不论你是美元英镑人民币 都是不能直接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必须通过一个中间转换的货币 也就是USDT 说白了一句话 只要你想买虚拟货币 必须先去购买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呢 假设我有人民币 有美元 有欧元 有英镑 我想直接买这个比特币 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你必须拿着你的人民币 先去购买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呢 USDT只是起到了一个中间桥梁的作用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购买USDT呢 非常非常的简单 我们可以回到首页 然后点击这边左上角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C2C交易 这边有一个买币 为什么不点击它呢 大家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这边的买币 我想买USDT 它这边是随机的匹配的商家 非常容易发生冻结银行卡的风险 所以我们选择这边的C2C交易 我们自己去匹配 自己去筛选这个商家 比较稳定 比较可靠 然后点击购买 然后这边有个筛选 我们选择银行卡 点击确定 然后我们要购买是多少金额呢 比如假设我想买1万 然后我在这边输入1万就可以了 然后呢 今天的重点来了 我们这边有非常多的商家 我们一定要找那种 成交量高 完成率高 注册时间长的老商家 然后这边有个9000多的 我们来点击看一下 然后它这边 成为商家时间 已经超过半年了 像这种老商家就可以了 然后最好呢 是越老越好 最好呢 是一年以上 我这边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 我先暂停一下 给大家找一下这些老商家 我这边呢 找了一个挺老的一个商家 然后它这边是21年的老店铺 已经是两年了 然后它这边 给大家来看一下 它这边 它这里的成交单数 快2万单 然后成交率98% 很高了 而且呢 是一个老商家 像这种人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点击这边的委托单 我们去购买USDT 然后这边的价格是6.99 我们点击购买 然后在这边输入我们要购买的金额 比如我想购买 一万人民币 然后点击零手续费买入USDT 就可以了 点击买入之后 这边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提示 我们不用管 我们点击继续交易 然后点击下一步 可能会为了资金的安全 需要我们验证一下资金 我们点击下一步去验证 它可能需要我们提供一下 近期的流水截图明细 我们给它提供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他们也怕我们的钱 是那种不干净的钱 这个时候呢 我们找到我们绑定的银行卡 找到我们的资金明细 像我这种 我平时买烟买酒 买水果 点外卖 逛超市 这些截图 给它看一眼就可以了 如果它感觉没有问题 它这边就会把它的姓名 还有它的卡号发给我们 然后我们点击 我们复制好金额 然后给它转账就可以了 转完账之后再点击 我已完成转账 要用我们实名账户 而且呢 转账的时候 不要备注任何的乱七八糟的信息 好了 大约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的钱可能就会到账了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这边 我这边呢 已经是提前充值了100个USDT 好了 我们这个时候呢 点击我们的资产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一个资金账户 我里面有100个USDT 然后呢 这边还有一个交易账户 这个里面是没有钱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的钱 现在是在这个资金账户 只是说明我们的账户里面 有USDT 但是呢 不能去交易 交易账户 顾名思义 是交易使用的 钱放在里面 可以用来交易 我们的钱 现在是在资金 所以呢 我们要放到这个交易账户 那如何放呢 点击这边的资金账户 点击这边的资金滑转 从资金到交易 然后呢 币种选择USDT 选择最大 然后点击确定 OK 我们钱 现在资金账户 已经没有了 然后钱 现在是在我们的交易账户里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去买币了 然后点击这边的交易 好 第一次来的朋友 可能有一点 懵 有一点看不懂 这个是什么东西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边是我们要买的币的种类 比如比特币 以太坊 狗狗币都可以 然后呢 这个1914 是当前以太坊的这个价格 这边是买入 这边是卖出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限价委托 大家记得要改成市价委托 因为市价委托成交速度快 然后呢 我现在是100个USDT 可以买0.05个以太坊 如果我想全买 我就给他拉满 拉满之后 我点击买入以太坊 就可以了 给大家 假设一下 当前以太坊的价格是 我们买了一个 ETS 当前的价格是1914 然后呢 过了两天 以太坊涨了 我想卖出 那如何卖呢 点击这边的卖出 然后呢 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呢 再给他拉满 然后点击卖出 ETS 就可以了 假设我们卖的时候呢 是 2014 USDT 然后呢 买的时候呢 是1914 然后呢 我们是不是 赚了 100个 USDT 那我现在想换成人民币 那如何操作呢 非常简单 点击这边的资产 我们的钱 是在我们的交易账户里面 刚才 买币的时候 是从资金放到这个交易 那我们现在想卖币呢 我们就需要把我们的 的钱 是在交易账户 我们要放到 这个资金账户里面去 那如何放呢 点击交易 点击资金滑转 从交易到 资金 然后选择 USDT 选择最大 好 钱 现在已经 转到了 我们的这个 资金账户里面来了 刚才有一点 忘记给大家说了 假设我们这边 想买比特币 那我们如何买呢 我们就点击 这边的ETS 点击这边的 ETS 然后输入BTC 然后选择这边的B币 选择BTC 这边就会变成比特币的价格了 在这里呢 要给大家介绍一个网站了 这个网站叫做飞小号 它是一个免费的看行情的网站 比如我们想买比特币 输入BTC 以太坊 ETH 我想买狗狗币 我就输入狗狗币 好 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我想买狗狗币 我就输入狗狗币 选择这边币币 比如狗狗币 然后变成0.08了 想买什么币都可以自由的去切换 这不是非常的方便 好了 我们回到刚才的正题 给大家说换成人民币 我们可以回到首页 然后选择左上角 然后这边有一个CRC 这边选择出售 然后呢 选择银行卡 点击确定 输入我们要出售的金额 比如说我想出售一万 好了 这边就有非常多的商家了 还是和刚才一样 我们筛选一下 这个有一点太新了 我们就不找他 这边是22年的 我们也不找他 我这边有我自己以前关注过的 我们刚才的那个大帝国行 然后我们点击出售 比如说我想出售1000个USDT 或者是呢 我点击这个最大 然后点击零手续费卖出USDT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商家那边就会收到我的订单 他就会给我的银行卡转过来 690人民币 当我收到了这690人民币之后 我再把这100个USDT给他就可以了 这个呢 是平台担保的安全问题 大家不要担心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边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炒币大师 有问题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小牛行情中需要不断的创造赚钱效应 才能吸引人不断参与市场 比如近期热度最高的C 还有币安的EDU 还有新上币的R ID RNDT 全都有一波不错的行情 山寨行情没有出现浮涨 也是因为资金流入不足 只能支撑热点事件 板块的涨幅 市场出现分化 一些老币重的资金被抽离去了 热点币重 就造成了潮心不炒旧的情况 每一项投资都有风险 加密货币呈建出极其不稳定的空间 因此 我们投资 我们可以承受损失的资金 并避免诸如日内交易 或杠杆交易 这对我们的财务构成威胁之类的活动 此列表中描述的每种加密货币 则包含不同的功能和完全不同的理念 SES我们是代币 不是区块链 比特根开合还不是区块链很多 但它们的共识协议各不相同 去中心化 对于加密货币的生存能力很重要 但是 控制中的团队或开发人员会引起关注 并增加或审查性 从融资规模上来看 下轮流是最确定的 就是供链和被忘 新供链 有基于母语言开发的 X3还有资本热访的 AuZero 承接淘汰显卡算力的供链 未上线的 很有隐私供链 TopWise 新共识协议 CFF国产公链 在ETH的公链王者低位 已经无法撼动的时候 却衍生出了VR赛道 利用ETH本身的充裕资金优势发展自己 另外 Layer2还有很多重量级的项目 还没发币这个预期可以反复超 目前新概念和新玩法 赚钱效应都集中在 R让生态项目和R本身可以长持 几个基于CK技术的二层发币 也会吸引资金迎来爆发CKC Star Boy Spro都是非常值得期待 所以的话 EU投的估值是20亿美金 而虽然在资本市场的融资成本 在0.2F左右 也就是20亿美金估值以上 所以我看好上限价格在1到1.2 U 市值对标 它的同时也能够让参加EU的人先保本 获取热度创造赚钱效应是最关键的 而EU投这个项目争议比较大 这其实是一个链卡项目 Weber产品做得还不错 年收入有几百万美金 Lunai的估值是按照5000万美元来投的 这和NMOK收购前的估值差不多 也算不错的价格 目前 这个赛道才刚刚有热的描述 BRC20 占绝大多数都是估口 风险非常大 如果要配上 可以考虑获局排名前三 相对稳妥一线 保底 BRC20上的第一个原生代币 出生自在炒作型 绝对的龙头 0 第二个部署 是所有BRC20领事币数 工作量 明文量以及成本最高的代币 判定 第三个部署 强敌属性 最标1DH上的朋克市值第一 目前好像没上交易次 大家可以到BRC20.0查询到价格 买卖也只有场外才有渠道买到 目前看这个概念是可以关注起来 有靠谱的渠道也可以囤一点 等上大锁再卖出 我判断基本后期肯定会有机会上大锁的 BTC and FE Pontate Speaks of PEP 随着以太生态和OR的繁荣 未来BTC生态的炒作一定也会有一出众 所以这可能真是一个机会 也立好BTC二层SDL 那二项目和代币 都将受益于坎坤升级 这两个是雷二的头部项目 如果有OR上 这两个代币绝对受益最多 Albert任和Opermason拥有最高的TVL和最多的用户 并且已经运行多年 生态系统成熟 数字货币往往在银行业危机期间蓬勃发展 而且银行业危机似乎仍在持续 BTC的股价这五三暴跌近30% 两天跌幅达到80%多 此前的银行宣布第一季度存款大幅减少 原因是客户在硅谷之后撤资银行倒闭 3月份 比特币经历了22%的飙升 因为影响美国地区银行的危机凸显了 数字货币作为抵御不确定性 和替代传统银行业务的潜在作用 不确定性回之不去 等待美联储的决定 尽管数字货币市场最近的回调 并未破坏年初至今的积极趋势 但不确定性继续笼罩的阴影 市场参与者正在密切关注美联储 即将做出的有关利率的决定 特别是央行是否会停止旨在对抗通胀的加息 并提供有关潜在降息的指引 央行的下一次政策会议定于下周举行 作为关键通胀指标的 个人消费支出的最新数据预计将在周末公布 如果美联储保持沉默或不理会这种前景 美联储基金期货市场反映的今年晚些时候 降息的可能性可能会导致失望 尽管年市场仍处于积极区域 在周五的PC数据公布之前 28800美元至29000美元之间的足利位 可能是一个需要克服的 具有挑战性的障碍 看涨交易员的热情似乎为时过早 因为数字货币市场经历了意想不到的低迷 在早些时候上涨至3万美元之后 价格突然逆转 在一个小时内跌至27000美元 这种快速下跌导致仅在过去一个小时内 就清算了近2亿美元的杠杆头岁 在一小时内发生的清算中 超过90%是多头头岁 金额超过1.57亿美元 大部分交易量其中在交易所 Y0和值得注意的是 在Bionce上 惊人的97%的清算头岁是杠杆头岁 尽管加密货币市场面临着突出的挑战 但对于希望从加密货币市场中受益的个人来说 机会仍然存在 根据基本面和技术分析的结合 几种加密货币已被确定为 现在最值得购买的加密货币 比特币 BTC减半对加密货币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计划于2024年举行的下一次活动 可能会再次影响比特币价格 让我们看看如何影响 比特币减半是指矿工在BTC区块链上验证交易的奖励 每四年减半 此事件的发生是作为一种控制通货膨胀和降低新比特币进入市场速度的极致 减半对矿工有重大影响 因为他们的盈利能力也减半 减半还导致BTC价格飙升 因为有限的供应推高了需求 随着明年即将到来的减半事件的临近 市场充满了期待 这次减半可能会推动比特币突破历史新高 超过2021年68789美元的峰值 本文将涵盖您需要的有关比特币减半的所有信息 它如何影响市场和利益相关者 以及其他一切 但首先 让我们了解什么是比特币减半 将比特币减半视为网络版本的生活成本调整 比特币减半是比特币网络中预先确定的事件 它每四年发生一次或在开采21万个区块后发生 并将区块奖励减少50% 因此 在2020年减半之前 矿工过去常常获得12.5个比特币来验证一个区块 而现在他们只得到6.25个 2020年减半是自2009年比特币诞生以来的第三次减半 第一次减半发生在2012年11月 将区块奖励从每个区块50个比特币减少到25个比特币 第二次发生在2016年7月 将奖励从25个比特币减少到12.5个比特币 减半背后的想法是比特币的创造者中本聪 将比特币的总供应量确定为2100万个硬币 这些减半有助于确保BTC的稀缺性 因为它会缓慢减少创建的新比特币数量 直到供应耗尽 这将在2140年完成 此外 该事件还有助于维持比特币的通货紧缩性质 这限制了其流通供应 并增加了开采BTC的成本 因此比特币网络被认为更安全 因为用更强大的计算机攻击它的动机 通为51%攻击 变得不那么诱人了 比特币减半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影响 期待已久的比特币减半一直是所有利益相关者 包括矿工 投资者和加密货币交易所的极大兴趣的来源 因此 让我们看看这些利益相关者中的每一个如何从中受益 减半后 比特币矿工的收入仅为之前收入的一半 简而言之 他们必须付出两倍的努力才能获得相同的回报 因此 矿工对减半的预期异常高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 减半对矿工来说未必是坏事 由于可以开采的比特币数量有限 因此 减半有助于矿工维持利益 这意味着矿工可以享受相同的奖励而无需开采更多 减半对投资者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因为它通常会导致比特币价格飙升 这种势头通常会对其他加密货币产生连锁反应 并可能为投资者带来利益 价格飙升 还是投资者能够利用低成本切入点并可能增加利益 对于交易所来说 减半是细优参半 一方面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事件 吸引了许多交易者 从而导致交易量增加 另一方面 它也可能引起关注 因为活动的突然激增 可能会导致技术故障 并导致网络云损 最终很明显 比特币减半对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影响不同 但最终会带来积极的结果 每个利益相关者如何受益 取决于他们的目标和策略 因此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 必须仔细考虑减半的影响 过去三个减半的统计数据显示 比特币的价格在每次减半后的长期内大幅上涨 2012年11月的第一次减半见证了 BTC价格从11美元左右上涨到2013年12月的948美元的高位 第二次减半发生在2016年7月 到2017年12月 BTC价值从650美元左右增加到13650美元的高位 最后 在2020年5月的第三次减半中 价格从8200美元左右飙升至2021年11月的 68789美元的峰值 当命中率减半时 矿工因他们的工作而获得的代币奖励减少 从而导致供应冲击并导致价格上涨 因为稀缺性驱动的需求 对货币的可用性造成了更大的压力 这种影响已经变得如此可预测 以至于市场积极期待它 导致每次活动前买家涌入 重要的是要注意 减半效应可能因周期而已 因此尽管它在过去可能产生了看涨影响 但并不能保证每次都会发生 话虽如此 如果过去也有任何迹象 减半效应可能会在未来继续影响市场 减半事件一直是比特币价格上涨的重要推化剂 如上图所示 比特币的价格在最近一次减半前的500天内开始稳步上涨 减半之后 比特币的价格和前两年一样暴涨 因此 在定于2024年5月的第四次减半之前的几天里 比特币可能会经历类似的有希望的价格上涨 跌时区块奖励将降至3.125BTC 在减半之后 比特币有望做出决定性的上涨 甚至有可能达到新的更高水平 一 说一下行情 不少人 包括我 仍觉得反弹牛仍会到来 但同时拉升又比较无力 让人觉得此波已经到点 市场分歧大时 也是即将出方向的时候 耐心等待 四月如果再持平 则留给五六月的压力则会非常大 因此边看 二 Riz拉升 昨日Riz迎来了拉升 目前暂不清楚什么事件行驱动 Riz作为比特币生态概念 其短时间的快速拉升 在目前疲软的行情下 一定会吸引投机者的注意 如果想投机的朋友 可以关注其他比特币生态代币 如STX TD 3 坎坤升级和OV 最近RT是涨得很猛 但最近大盘下来跌得也很猛 主要是两点逻辑 一 主逻辑是坎坤升级 坎坤升级简单来说 就是一次有利于R升派和R升派的第一升级 之前 O2一直在吵这个预期 但最近的一次电话会议中错误 坎坤升级可能要推迟 因此这个主逻辑短期内消失 二 次逻辑便是大盘的涨跌 之前大盘涨的时候 正好吵坎坤升级对于O2短期出 而最近大盘低又恰逢坎坤升级将被推迟 投资建议 坎坤升级是非常重要的一次升级 大家一定要重点关注坎坤升级的具体时间 一定会为L2带来一波很明显的结构性行情 具体的代币就是R和R 距离LTC减半已不足百天 LTC减半价格会上涨吗 如果历史重演 LTC价格可能会随着减半而开始上涨 目前距离减半大约还有三个多月 作为莱特币临近下一次减半时间 有迹象表明该代币的价格可能会再次飙升 预计下一次莱特币减半将在2023年8月3日之前发生 减半事件是加密货币区块链中新硬币供应率的程序化变化 对于比特币和莱特币 他们的减半周期每四年发生一次 这意味着在莱特币区块链上挖掘新区块的区块响力 将从12.5升TC减少到6.25升 TC这将使新代币的数量减少一半 造成稀缺性并推高LTC的价格 从历史上看 莱特币减半总是导致莱特币价格飙升 在2019年最后一次减半事件发生之前 莱特币飙升了约375% 尽管2018年经历了残酷的雄市 但LTC价格在2019年6月达到了143美元的峰值 同样 在2015年 LTC价格在减半事件发生前飙升了440% 同一个币种不同交易所搬砖 不同的币种在不同交易所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包括交易所与去中心化交易所之间都会有差价 但是需要转难的链化软件 在17年币圈不成熟的时候 交易所之间的差价能达到5% 真是搬砖者的天堂时刻 现在也有差价 但是门槛比较高 需要是链上和中心化交易所之间的差价 是多的 而且门槛变高 基建套利 币圈的有一些山寨币在极端行情下 现货和永续合约存在价差和资金费率 资金费率 你可以理解为 是你开合约的时候 需要支付的利息 如果通军资金多 通军要给多军利息 如果多军多的时候 就是多军给空投利息 资金费率是每8小时收益子 操作方法就是 例如大量 空投多的情况下 现货买进1万个大量 合约就卖出1万个大量 保证双方的资金量相同 就可以挣到资费和价差 这个属于无风险的套路 但是操作难度是一样 同时预防黑天鹅事件 需要的资金量比较大 法币和币币之间的套路 这个需要成为的油商物 将去市场的满大币 在法币卖出 中间会有一个价差 当然中间的操作会比较复杂 不过也算是无风险套路方式 同样缺点 需要的资金量大